中國南方暴雨不斷 當局連發35天暴雨預警 應急響應級別也升到三級 長江一號洪水已經通過了三家大壩 大雨和洩洪使武漢再次泡在水中 另外 氣象部門警告 未來幾天長江中下游流域將發生超警戒洪水 中共黨媒7月6號報導 根據氣象部門預測 7月5號至8號 西南地區東部、江漢、江淮、江南北部等地 有大到暴雨 部分地區有大暴雨 從湖北監利到江蘇江陰之間的長江 將全面超過警戒水位 中央社說 湖北省監利縣位於洞庭湖 駐入長江口的對岸 屬長江中游 江蘇省江陰市則介於南京與上海之間 屬長江下游 兩地之間的長江河段 長達約1200公里 中國暴雨不斷 官方已連發35天暴雨預警 全國26個省市至少2000萬人受災 水利部在7月4號18點啟動水旱災害防禦 三級應急響應 官方聲稱 長江今年第一號洪峰 在7月4號已經通過三峽大壩 而三峽泄洪自堡也導致下游長江水位暴漲 此外 7月5號早上6點半左右 湖北省武漢市、荆州、恩施、錢江等於11個縣市 發布紅色預警信號 武漢排水系統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 整個城市再一次泡在水中 7月6號 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 漢口江灘已經完全被水淹沒 江灘大舞臺泡在水中 武漢軟建工程學院門口積水嚴重 開車如同開船 武漢友誼大道已經變成了河流水深約半米 武漢友誼大道是和長江並行的一條主要大道 與長江僅相距兩個截區 武漢市民伍先生表示 武漢市內主要是下雨形成的積水 但積水也造成潛在威脅 武漢市民上傳的視頻顯示 7月6號市區積水嚴重 有民眾倒在水中一動不動 有人懷疑是漏電導致 大家都要注意啊 都要注意啊 這次剛才就在我面前發生的事情 我這個監控的這個桿子 人大就有了 煮電了 經常沒什麼才來 武先生還表示 郊區受到分紅影響 郊區像我漾國啊 黃黎啊 校館啊 那都是原因 校館還沒有啊 這位上學有一張 校館那邊不是說長江湖湖的時候 排水的時候就取水 下雨前一個雨前兩天就沒得了 如果是不停的話 那就睡一層 校館真的睡一層 校館民眾證實水災很嚴重 水災很厲害 很多地方都陰暖 包括這個城市裡面 我們這邊就是主要是下雨 下得很厲害 以前呢 下的這個雨水可以往長江裡面排 現在長江的水位都很高 只能是外紅內鬧了 按照這個趨勢下去 可能很多地方的農作物要絕收 對於三峽在下游水災時泄洪 他表示很無奈 昨天那個泄洪量減少了一些 但是它還是要泄 因為上面的那個水災也太大了 它不泄 它這個大壩 譬如說是很危險的 但是你泄的話 可能下面就水災 這肯定是會很嚴重的 老闆心安全 在他們眼裡只有大局 你知道嗎 只要三峽沒出問題 也對著它來說它就是大攻擊 管什麼下游不下游 老百姓呢 有武漢網友感嘆 武漢人怎麼就這麼倒楣了 武漢的疫情還沒有結束 武漢人已經夠苦了 4月8號 武漢重啟後 外地的朋友也許看到的是武漢的官員 在媒體使勁地吹 彷彿災難就根本沒有降臨武漢 武漢人也沒有遭受過災難 一方面 長江中下游幹流和洞庭湖 鵬陽湖水位持續上漲 江西昌江 樂安河 修水 湖北長湖 和安徽 蔡子湖等十條河流 湖泊發生超緊洪水 另一方面 中共水利部長鄂敬平指出 如降雨持續 要適當加大下泄流量 及時騰出防洪庫容 為應對後期可能發生的大洪水做好準備